Pastor Lin跟师母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你们的教会里面 我很高兴可以看到我们弟兄姐妹 在这边很有爱心 来告继上帝的名 首先我看那个Eric弟兄 还记得我吗 还有太太 他以前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做见证 现在我来做见证那边 好爱心喔 这是你上帝的见证我们可以讲 可以分享跟弟兄姐妹 Amen 我一个礼拜前他们来的时候 我就问上帝主啊 我要做什么见证 因为我信主了二十多年 见证很多很多 可是呢 神给我看一个 一个梦啊 我做梦 我跟福建套不要请 他给我看两个死门啊 没有爱死人啊 可是那个两个死门 他没有死的时候呢 有人家 有一个家庭来看 看什么呢 看他内心里面的 一个媳妇里面的 他没有一个永无啊 那个我不懂啊 就是上帝给我看的啊 他没有两个永无的媳妇里面 他没有一个永无的媳妇里面 他没有一个永无的媳妇里面 我刚才看到 我看到那个死门的脚放在这边 一个是11岁小孩 一个是5岁小孩 两个他给我看 第一个看啊 他们有一个家庭要用 好像我们 有人家要死的时候 他眼睛还会用这样 火狼还是麦 这样 那个死了 11岁的 他们看到一个5岁 他们叫5岁 不知道什么东西 5岁啊 还有一个是5岁的来的 这个是5岁的 什么东西呢 然后我 醒起来 我问上帝 主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圣灵就跟我讲什么呢 如果一世了 一娘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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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价值啊 他身体里面的东西有价值啊 你们活在 世上现在的 更有价值啊 拍手给我们上去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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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娘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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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我们有请示 来 我要送给你们 一首歌 何等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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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陪 因为我从小到八都喜欢唱歌 所以我 �서 é 声明给上帝 我来唱歌给你们听 你的爱追问到前面 你的梦见 你既然爱如我 你的梦见 你寻解我了 你的梦见 你依族归归归归归归归 你的梦见 你充满感觉 你的梦见 你真正的心 潜伏在你面前 爱我心也 使我看见 你盼盼的心 云首山 云火水 从你爱 你温柔解我 你的梦见 你既然爱如我 你的梦见 你好学我了 我的梦见 你好学我 你好学我 所有奖拓 你好学我 所有奖拓 你过去 我所有奖拓 你过去 我所有奖拓 你都去 或所有人陪 你等你 陪在所有重大 慢慢地 你既然在路我 慢慢地 你跑却入我 慢慢地 你既然在路我 慢慢地 你跑却入我 慢慢地 我就和所有重大 慢慢地 你居然在路我 慢慢地 你居然在路我 慢慢地 我在路我 你總不上嘆嘆 可不上嘆 你總不放哆 你別忘了我負責 我必須追 你總不上嘆嘆 我不會順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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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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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见证就是 我跟着主耶稣二十多年了 当我结婚的时候 我就住在野城加加达 然后我搬去远南 因为我是远南人 我丈夫是盖利曼诞人 他在加加达做国我们搬去远南 八道远南的时候 那时候如果我们住家 睡厨 我们的厨就睡厨 到有一间的时候 我在 少帝站在前面的时候 我看到有一张纸 那个纸是人家卖固纸的纸 比如厨的 那个装的 他放在打广告这里 那个我拿起来 我看 哎呀我那钱买了 我就给你帮到 我就做了少帝 那两个礼拜后 那个一张纸 又有人家放在我的家里面 那时候我拿起来 我看到 我不是开门 我看到怎么拿起来 我就想 主耶稣给我一个恩惠了 意思aden 为什么 在由我找一个恩惠了 因为我跟他讲 主啊 我只是学到 向主修 Joach999 是否也是这条专 主耶稣给我看 祂要给我一个家 那时候 我和丈夫 我跟他讲 我一块钱 没有那么多 买这个家 已是一块 我认识 如果是上帝要给你呢 你要不要 要 那时候我那个章子我就祷告 主耶稣我问他 是不是这类处想的要好啊 我不知我基督 真的上帝给我这个家 来我们开始 我们来唱歌 这个不是给一间 给两间啊 因为我喜欢祷告 我有什么时候 我就来到了上帝的面前 主啊怎么样啊 主啊怎么样啊 我不是给我家 不是我单的 我自己用我自己的能力去行 就是用上帝的能力 有一天晚上 那个大的祝福 上帝给了 这个小的祝福 上帝也是给 有什么东西呢 有一天晚上 八点八 我丈夫跟我讲 老婆啊 我小吃那个B-San-Bo-Ren 你知道B-San-Bo-Ren吗 那个炸的B-San-Bo-Ren 我想我老公啊 八点半晚上啊 就像他人买的鸡 吃B-San-Bo-Ren 我去旁边 我自己说了 那这样啊 你才我去B-San-Bo-Ren 因为我住在你家 呃 还在 厚 我去买的鸡 我去买的鸡 好像呃 怎么样 不是在城市里面这样啊 啊 我就说小弟啊 我买鸡吃B-San-Bo-Ren 可是要去哪里买呢 这个晚上八点半要去哪里买呢 我这个心里面这样讲啊 上帝有听我讲 一个小时候 有一个我的姐妹上给我们 呃 侍奉族的啊 他来到我的家 他敲门 修萍啊 开门啊 他在这个开门 干什么 你晚上九点半而已啊 我去买的B-San-Bo-Ren 来过路啊 大家啊 来我买的 我买的 啊 因为我 在城市里面 我们有听过 没有看过的东西 也是没有求过的 有时候上帝给我们 来没 我喜欢你们第二首歌 那个我唱艺尼 艺尼文好不好 你们第二首歌 第二首歌 我唱艺尼歌给你们听哦 他说 说不定情吗 说不定情 因为他讲 我第一次来 再说不定情 他说不定 撒不定就好 有没有 没 有没有 撒不定情 我做啪 叫我 救命 还要王爱 还有 新开心 先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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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对人 没有人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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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巴士的这个道党 这个人文笔很好 他的名字叫翁雅文峰 他称他自己是牧师 他甚至 滥用我们众教会的名称 代表教会来支持同性恋 然后批评我们这些众教会 说我们封闭 说我们幼稚 说我们更不上潮流 说我们没有爱心 他以神爱世人 这段经文为他的准则 我要告诉你上帝是爱世人 他也爱罪人 但是他从来不同意罪行 The attitude of sin God loves sinner But God doesn't love sin The attitude of sin 所以上帝接纳罪人 但是上帝恨 他的罪行 所以每一个圣经里面 所告诉我们 认识耶稣的人都生命改变 都会改认罪 都走回正路 但是这个人扭曲了真理 他跟佛教徒一起交流 现在开始在影响 教会界 世界走向同性恋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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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 或者同性恋的 那个情况 这种情况在法国 在美国 都很普遍 都接纳 众人所接纳的 众人所承认的 不一定对的 什么是准则 准则就是上帝的真理 就是人类当尊重的准则 各位姐妹 你要走世界吗 有一天 你的女儿 突然间告诉你 爸 我拍拖了 你第一个问题 不是问他 哪一个男人的 你要问他 第一个问题是男是你的 你的 你的儿子来找你 他 妈 我拍拖了 你第一个问题 你该问他是男是你的 你要不要这种的世界 这种的世界是不是正常的世界 很多人都说是正常的 教会也说正常的 佛教 台湾 的佛教 在为你同志 举行问题 找几件报纸而已 我拍下来 为什么佛教 承认他是一个宗教 人的思想 宗教 大家都觉得可以 都可以 我们基督教不一样 我们基督教是 信 真神 真理的信仰 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打 我们有一本圣经 这圣经 横骨至今 唯一的真理 唯一的准则 人类的准则 所以我们不可以 偏离从来没有改过的 这圣经从第一次 预言 到今天为止 圣经从来没有改过一个字 其他宗教的 经书都一直不断的改变 一直不断的创新 只有神的话 永远不改变 昨日有今日就知道永远不改变 所以我们有保证 所以我们可以 活得 光明 我们的眼睛明亮 今天的世界就是这样子的世界 马上今天 有一天人称他为牧师 他不一定是牧师 教会称他为基督教会 也不一定是教会 你要认识 真理 你要行在公义里面 你要看他生命的果子 是否圣洁 圣洁怎么告诉我们 关于 这个Hopo Section 圣洁多前书第6章第9-12节 这里说 你岂不知故意的人 能承受神的果吗 不要自欺 无论是淫乱 拜偶像 邪义 做鸾铜的 青蓝色的 Hopo Section 偷窃 贪婪 醉酒 胡骂 勒索 都不能 承受 上帝的果 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 上帝 是寄邪的 上帝没有同意过 同经验 第二我们来看 罗马书第1章26-28节 圣经经理说 因此神认凭 认凭是什么 认凭就是放弃 放弃了他们准备审判 不再拯救 认凭 神认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义 他们的女人把顺心的用处 变成逆性的用处 就是女人 本来要跟男人的 但是女人却跟女人 Lasbian 我们接下来 男人也是如此 去了女性的顺心的用处 一我攻心 一直探计男和男行可耻的事情 接下来注意 就在自己身上受着 温为 当得的 报应 今天你看 X怎么产生 你看 今天 人的情况 罪恶怎么样产生后 而且将来上帝审判 你就看到 上帝 没有同意过 罪的行为 可以在人的生命里面 上帝也没有接受过 同性 明白 所以 今天你看到 为什么我刚才看了这些 我要你分辨 什么是真理 什么是外力 什么是人的道理 今天你是有真理的 人 因为你本着圣经 今天如果你不站在这里面 你的家就完了 你的婚宴就完了 你的生命就不能走在黑暗里面 上两天 谢霆锋的 妹妹 对不对 谢霆锋 妹妹谢霆锋 他先不在报纸里面猜出 我 不想 一次结婚 我要结很多次婚 因为我爸妈妈都结很多次婚 问 他爸妈妈就OK 他自己也OK 所以他已经决定要这样子来 来 过他的婚宴生活 他问你为什么 因为人没有了真理 人已经开始磨破了 人已经不在收 这个 这个 纯正 纯正的 那个 婚姻的原则 不在收了 人失去了 弟兄姐妹 我告诉你 这不是上帝的旨意 这会带来罪的咒诅和罪的恶果 今天我要告诉你 弟兄姐妹 上帝必定造 而且造成你有真理 他都真理 真理 仁义 仁义 圣洁的形象 圣洁的形象 因为他爱你 因为 你向他 因为你是他的管理 他要怨啊 你才要祝福你 他必须救你脱离罪的咒诅 他必须救你 脱离这个 直接罪的危害 他必须改变你的生命 让你发出光来 成为他所说的光和烟 让我们这些新主 站在这个邪恶的事实上 这个邪恶的群体当中 有光和真理存在 让他们以我们为见证 为榜样 有一个家庭破碎灯来到你面前 看到你的家庭 说 我感觉到你的家 跟我的家不一样的 你会告诉他 因为我是识别书的 我们保守着这里 一些 一些 吸毒者 或者是一些破碎家庭的儿子 来到找我们的青少年 为什么 这个世纪上还有一帮这样子 过我的青少年 他们光临 他们磊落 他们圣洁 他们喜乐 他们 单纯 的生活 不再被这些黑暗的势力 他们愿意 来找我们这些真正满足喜乐的生活 这就是见证 你是上帝的儿女 上帝必改变你 成为真理 仁义 圣洁 由恩典大开始 由我们这一代开始 如果我们不保守我们的家 最初进了我们的家 如果你不保守你圣洁 你的前面的刀 不圣洁 所以 弟兄姐妹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要守着真道 穿起 他的生命 追求 他的样子 使我们的家 我们的生命 我们以后的世代代 成为光明的 后裔 使我们成为主的见证 主的荣耀 使这世界的人 看到在教会里面 还有光 今天他不能在 我教里面找到光 他也不能在其他地方 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找到光 但是他可以在教会里面 找到光 阿们 他可以在教会里面找到使命 他可以在教会里面找到平安 找到死了 找到真正的人生的意义 阿们 我们一起成绩 谢谢